你希望是万分之多少的话 有没有办法格式化 其实这样子 顶多你也许就是减少小数点 万分之多少 这样看起来好像还不ok 如果你要用万分之多少 你可以什么 储存个格式 再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制定里面 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要是万分之多少 我就给他五个问号 你可以用问号去取代前面的数字 除以多少呢 除以一万 各位有没有看到 万分之245 这样可月多数字不是比较高了 有没有 也就是把你的资料带过来 然后再自动会帮你除以一万的结果 会帮你放在这前面 记得是五个问号 加空白斜线空白 加一万按确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 格式就做出来了 ok 那102年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把它怎么样 这个Ctrl C 贴过来 这个改什么 102年 然后这边改成102 102年的资料也就算完了 打勾 下下填满 那格式的话 干脆用复制格式好了 你就把这个地方 把这个格式刷一下 就把隔壁的格式套用过来 ok这样就完成了 再把复制格式取消掉 因为我是按两下 按两下复制格式 它可以一直刷 如果你按一下 它就按一下就取消掉 ok 那就是把101年跟102年的几率算完之后 把它合计 那合计的话 就是把这个加上这个 它的几率就算出来了 那排名的话 可以用什么呢 插入排数 里面的话有个rank rank好像是在哪里呢 在统计吧 你就找一下那个rank rank这个eq Lumber它的范围的话呢 就是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的话把它选起来 或者你也可以定义一个名称 也可以 然后把它F4按确定 排名就出来了 好 那最后如果我希望说前七名的 帮我设定不同格式的话 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 这应该没用点啦 rank 在设定格式的话条件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常用啊 新增规则嘛 这个规则里面的话就是什么 很多方法嘛 比如说它的那个 指格式包括下面 就是这个条件 出称格如果是什么 如果是 应该是小于 或等于好了 小于或等于7 也就是它排名出现次数 1到7 因为7个号码 我等一下要签7个号码 预览 然后呢 格式 就是用什么 比较醒目的好了 红色的字 加填满 黄色的底 按确定 这样一个确定 好 有没有发现 前七个就出来了 这样的话呢 就知道说 应该是签哪个数字 不过这样好像还是不够方便 最好是怎么样 可以帮我列出来清单 那列出来清单 在云端上面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这边好像还有一个热透彩的 其实可以做成类似像这样的 最好是多一个按钮 它可以帮我按一下前七名 自动帮我把前七名的清单列出来 不过这可能要按部就班来做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示意图 大概做出 等一下就是要把它再变成VBA 会需要有 这边总共会有这些按钮 慢慢一步一步来做 我把重点回顾一下 请各位把这个范围先选起来 开奖101 隔壁开奖102 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康义辅除以抗诊 然后呢再格式化 格式化的部分的话 就是利用什么? 问号 然后除以1万 这个我想比较需要记 其实规则很多可以这样制定 好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帮我把它合计起来 最后设定格式化条件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